前幾天看了我媽媽那一棵 要死不活的果蘭以後呢 我這裡的果蘭是種的比較好啦 就是我這裡的惠蘭薯的種的比較好 那這一棵是阿里山樹 那其實就是一棵 應該是四季吧 那其實呢 種的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在陽台上種 這種蘭花比較容易得芥殼蟲 所以如果你在種植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你的芥殼蟲 或者是就是我覺得比較容易得粉絲 粉絲芥殼蟲或者是芥殼蟲之類的 它真的還蠻吸這些類型的東西 有了它其實隔壁附近的蘭花 都不太需要怕有芥殼蟲 因為它會吸到它身上 這也是這種惠蘭的一個很大的特色之一 你看它來的時候那時候種的是這種 這個花生殼對不對 這個花生殼是種不是很久 其實這個已經在我這邊種了大概 快一年左右的時間 它已經越來越大顆有點像草一樣 那最近又來一個這個應該是新的花芽吧 我在猜 因為最近一直來新芽 然後根系也長得都還不錯 不過過一陣子應該會把它換成那種 石頭或者是籃石之類的 不然我覺得這個撐不久 因為他們在賣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沒有賣多少錢 所以他們如果用那個蘭石那一類的不划算 所以他們都用這個花生殼 花生殼有養分 然後其實又透水性非常的好 但是缺點就是幾年就會爛掉 所以是在種植上面沒辦法種非常的久 所以如果你想要長久種植的話 可能還是要換成蘭石之類的材質 會比較好一些些 那基本上我把它放在中光以下 什麼叫中光以下呢 其實我是放在這種環境 就是你看到上面照到太陽對不對 的下層 在這裡 那這裡的時候呢 其實它會有光線射進來 但是其實不是這麼的強烈 所以它算是在底層 但是它是整天照得到光線的 它不是沒有 就是不是那種半日造型的環境 就是一下就沒有光線 它是整天照得到光線 只是都是在散落光 就是偶爾會有那個光線散下來的光線 就完全不太一樣 那這個長得非常的好 你看非常的大顆 那基本上最近一直在長新芽 像這個都是新芽 你看看這個都是新芽 那所以呢 已經長得非常非常大了 待會我這邊種了快一年左右的時間 那阿里山樹應該開起來是白色的花吧 因為樹通常就是因為代表它有那個 缺少月綠樹的關係 所以它會花缺少顏色的關係 它們會稱為什麼什麼樹 那其實在這裡 種的我覺得都 在這個環境下 我覺得種的都還不錯 那 澆水頻率大概三到五天才澆一次 就算是現在是夏天 也不是每天澆水 所以其實在這種低光源狀況下 其實長得還不錯 那但是要記得 記得那個藉殼蟲 這種 這種惠蘭鼠的非常容易遭藉殼蟲 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個很標準的藉殼蟲吸引器 你過一陣子就看到有藉殼蟲會在上面 就是有時候會咬它 所以除蟲有時候在夏天的時候要非常的注意 我覺得 所以在種植這方面的狀況下 我覺得是這樣 尤其是在陽台 記得他們所說的落光 就是這種持續照射的光源下的落光 不是那種陽台進去那種沒有光線的光線 它差很多 所以你看它種起來是像翠綠色的 那因為光線不會太強 它也不會烤焦 惠蘭那一類的這一類型 如果在太強的光線下會烤焦 所以記得 它記得光線不要給它太誇張的光線 那如果給它太誇張的光線 你會發現它會曬到黃掉 或者曬到 只要有一點葉子有一點黃掉 就表示光線太過了 所以在看它的光線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葉子的表現狀況 像這種翠綠色的光線 應該代表光線是足夠的 然後也代表它的那個生長狀況是良好的 並不會太超過 如果你的光線剛剛好的狀況 你會發現葉子是翠綠色的 非常好看 就是不是那種偏黃黃的顏色 或是烤焦的顏色 所以如果你有一點烤焦的狀況下 建議你換一下環境會好一些些 好 這個就是我在這邊種的惠蘭薯的 那就是阿里山樹 OK 好感謝大家收看我們再見囉 拜拜 拜拜